严格来说,我不算是麦当劳区的专门UP9 但是麦当劳每一次的新品测评,我基本都不会错过 因为喜欢吃麦当劳的朋友,真的非常多 所以想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信息参考测评 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帮大家先尝试 有没有雷区,值不值得大家花钱消费 麦当劳的推薪速度,在所有的洋快餐当中 应该算是最慢的了,突出一个风格,就是老哥稳 在味道方面渐延渐质吧 不过在品控方面,麦当劳算是做得比较好了 给了一个三件套的套餐,网上买价格24块5 听说之前买13块9,就可以买到三件套了 喜欢吃麦当劳的朋友,在他搞预售或者其他活动 又或者办他的会员卡,是最划算的 对于会员卡而言,如果你是常吃消费的话 我以为是比较划算的 就现在来说,吃洋快餐,如果你增加消费的话 我感觉真的是有点怨大头 三件套,选了这三样东西,有没有朋友和我是一样的 所以新配这个套餐,定位真的是精准 这种设定不仅严性化,且锁定的价格也是比较大众化的 10至20块钱可以吃一个自由搭配的套餐 我想这个应该是麦当劳现在复购率最高的套餐了吧 穷鬼套餐出来以后,其他洋快餐品牌也跟着模仿 有的甚至把价格做得更低,例如汉堡玩的9块9 这一个新品嘎盆吹公菜卷,单品增价22块5 安图卖相来看,我觉得这品控做得还是不错的 饼皮的一面烤制较香 而且餐品拿在手上的时候是烫手的 他的新品宣传说,这是可以卷着吃的麻辣香锅 这广告语挺有创意的,但是过于抽象啊 这里面四根肉条就是鸡柳,吃起来口感有点偏干 配料有获笋条,木耳,有笋,还有生菜 这获笋条吃起来口感方面确实嘎嘣脆啊,非常的脆 不过老实说啊,虽然这是新品 但是吃起来在口感和味道方面却没有太多惊喜 和之前肯德基出的川式口水鸡的味道颇为相似 在口感方面和老北京鸡肉卷的差不多 因为他用纸和卷皮包着 所以里面的鸡柳口感方面很快就不会酥脆了 而且他这个新品是真的很辣 喜欢吃辣的朋友应该会喜欢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话 这个新品可以劝退了 个人以为对于新的定义来说 这个新品真的不能说是新 这么说吧,也不是说它难吃 但是没有什么惊喜 做不辣的瘦重面是不是会更广一点呢 喜欢吃辣的可以另外加配料嘛 难道这些羊块餐的研发部都是喜欢吃辣的吗 感觉真的没有必要为了去讨好博人的口味而整这些 例如某些品牌做好本身的羊块餐口味 把品控做好 把羊块餐的口味做出特色 我认为才是明智之举 喜欢吃汉堡 喜欢吃羊块餐的朋友 可能更青山于面包 芝士土豆沙拉 而真正喜欢吃辣 吃穿香菜的朋友 就更大可不必来到这里吃这些东西了 不知道朋友们觉得怎样 对于KG和MG这些羊块餐有什么建议呢 欢迎大蜜留言发表一下你们的感受